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搜诸诸诸漏洞 这个专题的第三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讲解一下 针对咱们搜诸 server 说以后注入的一些实验式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主要是从以下这三个方面呢 进行一个展开 第一呢就是针对咱们搜诸 server 说以后注入的一些常见词语句 都有哪些 第二呢就是针对咱们 sore server 输入的手工输入的实验式 第三呢是针对这个 sore server 输入的一个工具辅助 一个这个实验式 那么咱们这里用到的 这个辅助工具呢是Score Map 那么以下呢 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词语句了 然后我在这里呢 就不过多的去详细的 去给各位学员去介绍了 我希望各位学员呢 在课后呢 去进行一个不断的实践 以及这个学习 然后有判断这个输入库的 比如说通过这个 and exit select thing from sos objects 那么sos objects呢 是这个sore server 它里面的一个系统的默认表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语句呢 去进行一个判断 它当前这个比如说网站 是否用到这个sore server 一个数据库 当然还有判断它 是否存在某一个表明 比如说and mean啊 或者manager这种敏感的一些表明 以及像针对这个sore server 它一些版本 通过这个sore server as version等等 还有一些当前数据库名的啊 db下方向name 本地服务名的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判断 它当前这个数据库用户权限的啊 是否为这个系统管理员 或者它是否有这个库权限啊 这个读取的一些权限啊 或者判断它是否啊 存在这个xpcmd shell 这个组件啊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语句呢 去进行一个这个查询的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一个实力演示的课程 所以在这里 咱们接下来就是进入 咱们实力演示环节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先看 咱们手工注的这个实力演示 那么这里呢 咱们本地环境是这样的 is6.0加aspx加sover2708 底下是咱们的目标url地址 然后这里呢 我在这个浏览器啊 进行打开 然后这里呢 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然后相对呢 底下呢 是它的第一呢 是咱们这个执行语句 也就是哎 这条语句 它在数据库里面 是怎么执行的 通过这个sliding formandmin这个表 whereid.1 就可以查语到这条记录了 那么底下呢 就是它锁定的一个内容了 id.1 connect 是test1 username password 好的 那么当咱们拿到一个url之后 那么咱们接下来 首先要干嘛 那么咱这里肯定要 第一呢 就要判断 它当下的url 是否存在 这个收入注入啊 对吧 是否存在啊 那么怎么判断呢 那么咱们这里 就可以进入到 咱们啊 前几何讲到的一些 这个测试的一些技巧了 比如在这里 我用到and1.1 或者and1.2 去进行一个判断 然后我这里exit了一下 发现咱们这个执行的语句 是这样的 它的收入库里是这样的 and1.1 是加到这id1 等于后面的 然后呢 发现它这个结果呢 返回了一个这个 和原始界面一样的啊 就是返回了一个正常的界面 那么这里 我把这个1换成2 我看一下它的界面啊 是怎样是怎样的 发现呢 它这里哎 没有读出来内容啊 就是说和之前的正常界面呢 是不一样的 就它反过了一个错误的界面 那么咱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and1.1 以及1.2呢 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了 它当前的URL呢 是存在收入注入的 那么这里呢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词语句 比如说-0 rexit的 发现它正常 然后我要-1的话呢 哎 发现它就不正常了 当然呢 有时候咱们可以用到啊 单引号这样的 去进行一个判断 好的 那么咱在这里呢 就已经啊 判断了 它当前这个URL呢 是存在这个收入注入漏洞的 那么接下来的干嘛 咱们就可以通过 一些这个词语句 咱们判断它当前 哎 用到什么数据库啊 这里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语句 and select 新号 form 当然我这里 然后加上这个 fc的这个红数 from 哪个标呢 sys op jx 然后这里呢 我给它加个 然后我们accusate一下 哎 发现呢 它反映了一个正常的界面 那么 证明什么呀 它当前 它是使用这个soul server 数据库的 好的 那么咱们这里呢 已经判断了 它当前 哎 使用了什么数据库了 那么接下来干嘛呀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nd 判断它当前 比如说数据库的一些版本啊 比如and select add add version 让它大于零 刚刚 然后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执行这个语句 就进行判断它当前这个数据库版本啊 然后咱们这里 excit了一下 哎 发现呢 它当前是用到这个soul server 的确是用到soul server 然后008 r2的 然后后面呢 是它git一些这个小版本了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判断了 咱们就知道了 它当前这个数据库的一些详细的信息了 啊 详细版本了 那么这里 我想查看一下 哎 它当前使用什么数据库呢 我们这里就可以通过执行db 小向name 然后呢 括号 好 这里呢 咱们再accusate一下 发现呢 它当前啊 爆出这样一个错误 啊 它也就是说 它当前使用了这个msdb 这个数据库 好的 那么那么一些基本的这个词语句呢 咱们就已经啊 执行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干嘛呀 咱们这里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order by 去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它当前呢 比如说这个数据库 这个表中呢 一共几列 比如说咱们这里 先是order by 1 然后杠杠 然后呢 accusate 发现它这个程序呢 它是正常的 反过一个正常的界面 那么证明呢 它肯定至少有一个字段的 那这里换成2 看一下 发现它也正常 那换成3呢 发现也正常 那换成4 发现还正常 那么换成5 哎 它这里就报错了 说order by位置 R5超出了选的 这个列表中的 这个项目的范围 也就是说它是4个字段 对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来通过这个uni-slag的啊 去进行一个查询了 这里呢 那么首先 这样的一个这个uni-slag语句 1234 就是我从当前 从这个admin中 这个表中 我去查询 它里边的一些这个字段 或者它一些数据 看这里exit了一下 发现 它这个1234中 肯定是有相对呢 比如说 一些这个参数的 那么这里 我不知道它列啊 怎么办啊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有 用到另外一个这个语句了 heaven 就是1等于1 然后刚刚 然后这里我们exit了一下 发现啊 它这里爆出了这样一个错误 爆出它当前 比如说这个表中 就admin 然后.id 那么id呢 就是它锁定的这个 这个列名了 就是一个字段名了 好的 那么咱们这里 现在已经知道 它一个其中的id了 对吧 那么它 其他id 就是其他的这个字段名 我怎么知道呢 咱们这里呢 可以用到这个 结合一下group by group group by 然后这里呢 咱们先group by admin 点id 然后having 一等于这样 heaven 发现了 它成功的爆出了 第二个这个字段名 那么第二 第三个怎么爆呢 很简单 这里呢 把它加个逗号 把这个复制上 然后我再exit 发现它爆出了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 同样 同样的操作 我这里呢 再加到后面 这样 我再爆 发现呢 它成功的爆出了 这四个字段的这个 字段名了 那么接下来 我再查询的时候 那么就很easy了嘛 对吧 就可以通过这个语句 uni select 1234 form admin 然后这里呢 我就可以相应的把这个1234呢 换成在当前报的这个字段名了 加个尝尝 这里比如说od 我就 我就报一个user name 对吧 第三个 我就报一个password 对吧 然后这里我 来个系列一下 唉 它成功的爆出了这个 他所有的一些记录 比如tess1 它内容是这个 这个user name 是这个 然后password 呃password的啊 我这里 我没写到啊 哦 因为我在这里是干嘛 第一我是让他显示这个username的 然后呢 这个第三呢 是让他显示这个密码的啊 所以对应的是他这里啊 已经成功的显示了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手工注入的一个这个实力演示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用到咱们这个soulmap这个工具 辅助的这个工具了 然后这里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这是咱们这个工具辅助的一个实力演示的一个环境啊 这里呢 我首先把它打开 soulmap 这就是咱们这个soulmap 当然这个soulmap 它是需要这个攀设环境啊 做做做支持的 那么怎么用呢 很简单 咱们这里呢 只需要 把当前这个url呢 复制一下 soulmap 然后-u -u呢 就指定的就是这个当前的url地址 然后呢 加两个这个冒号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这里呢 咱们可以跟一个-p的参数 然后就指定这个注入的参数 然后这里咱们已经知道 它当前比如用的是这个soul server数据库了 那么咱就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db -bms 然后呢 ms sucre 它就指定它当前的输入库类型呢 是soul server 好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回车了 啊 这个就不用管它啊 它它是说了是什么呀 soulmap识别了 好像它有这个wav什么的 咱们这里直接 -no 好的 它这里呢 已经成功的啊 获取到它当前这个id 比如说这个参数 它所定用的这个输入库类型呢 是这个soul server 然后在这里咱们使用wav 然后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成功的 再去这个利用它一些这个注入的pillow的 去进行一个注入了 这里呢 大家请稍等 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 它已经这个啊 注入完成了 这里咱们啊 选弄就行了 然后呢 底下呢 就是它这个注入的一些这个敏感数据了 它可以注入到 它当前这个操作系统是windows003 然后用到的是这is6.0 然后有这个asb.net 然后数据库是这个soul server2008的 那么这样讲说我要获取它的这个数据库 那么通过什么命令呢 就是杠杠 DBS 是获取它这个所有的 这里我再获取一下 哎 发现它成功的获取了这个所有的数据库 Master Modal MSDB等等一些 那么当前的数据库怎么看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CURREMD 就可以看到它当前是用到这个MSDB的 这个数据库的 那么我知道数据库了 那么我想这个获取它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表 怎么获取呢 我就直接杠D 然后呢 写上它这个名称 然后杠杠Tables 看到吗 它成功的就获取了当前啊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些这个数据库表了 因为我这里是调用它这个系统默认的这个数据库 所以它这个表呢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里呢 同样也是有咱们这个Admin这个数据库表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获取一下这Admin这个表中的内容 那么怎么获取呢 这里我就可以通过-tAdmin 然后--cumrus 就是获取它当前这个字段 字段名称的 好的啊 一共获取了 它当前有这个四个字段 contact ID password username 那么我怎么获取它内容呢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比较这个果断了 我就直接DUMP了 就把它所有的 比如说这个字段内容直接获取 这里呢 它已经这个成功的读取了 一共是四条记录 TES1 TES2 TES3 TES4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 使用这个辅助工具啊 去对这个目标URR进行一个注注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工具辅助注的一个实力演示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咱们一个客户习题了 那么我在这里呢 给这个客户习惯留了一个 算是两个题目吧 第一呢 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你本地去尝试的去部署这个测试环境 就是IS6.0 加SPX 加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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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就和我这个差不多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你部署完这个环境之后呢 第二要干嘛呀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环境基础上去搭建一个这个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SOSOSO漏洞的一个这个 注入的环境 你就尝试着啊 去用手工或者是用工具 去对这个目标呢 去进行一个这个漏洞的一个注入啊 及利用 就尝试获取一些数据库的比如敏感信息啊 以及执行一些这个系统命令 好的啊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观看